今天这个视频就来揭秘一下 某宝的全新激活过宝机是怎么来的啊 为什么国航的二手机不推荐购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苹果X64G 美版的 然后已经被改成了国航118G 这改版本的话是需要拆硬盘 然后写成国航版本的 像这种机子都是后面碎 然后屏幕烂掉了 然后 都是大摔的机子 质量非常的不稳定的 然后像这种都会去换一个全新的壳 然后换一个 后压的屏幕 然后组装成一台全新的机子 然后把电池写成100 就是 全新激活过宝机子 这种机子是非常没有质量的 然后又贵 像这种该版本的 这个爱斯杀肉都是全绿的 然后显示是国航版本的 然后不会有任何红 大家还是谨慎入手这种国航的二手